看要不要講一下今天穿這麼亮自己還習慣 我比較少全身亮 我身上可能會有一個單品是比較亮色系的 就可能像包包啊或者是帽子 所以今天還是第一次嘗試 就是全身從頭到腳都是亮色系 但我是蠻喜歡的 我覺得我是很容易被衣服制約的人 所以今天穿的衣服或是說顏色明亮一點的顏色 會感覺比較有活力 或是就是感覺比較有生命力一點 是你以後都會嘗試這種比較鮮豔的工作 以後我都會嘗試 我覺得可能不限定某一種風格 有機會能夠試試看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 那他老公誰比較敢嘗試那種 無誇不一樣的穿搭 如果相比之下我覺得他比較 比較願意嘗試就是一些 比較強烈的顏色 那他這次就是入圍巾中 你會給他什麼鼓勵嗎 我有恭喜他 怎麼恭喜 就是傳訊息跟當面恭喜都有 那憲哥有一直講說 如果他真的拿獎的話 家中地位會升高是真的嗎 其實我有一點不太懂這個邏輯 我覺得兩個人相處就是在我們的觀念裡面 其實沒有什麼第一第二 甚至一家之處這個概念 我覺得在一起就是互相 所以也不會因為工作多或少 或是得不得獎這些事情去影響什麼 那憲哥一直開玩笑會不會覺得很困難 那憲哥一直開玩笑會不會覺得很困難 問他 問他 問經紀人 我還好 所以九月那時候剛剛說是拍完戲在人家休息的時候 看到新聞的時候說懷孕這件事情 那他是 擺盡是什麼 我比較慢知道 沒有那麼痛苦 因為 休息的時候也是讓自己 我有稍微就試試看遠離社群 然後就發現沒有再用社群的時候 其實整個人感覺是比較清爽 因為現在大家可能太依賴社群 上面的資訊也比較 比較大量比較複雜 有時候你一直吸收 短時間吸收這些圖案啊 或是資訊 就是會 就是會頭腦比較辛苦 就感覺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休息一段時間有 培養什麼新的興趣 新的嘗試 沒有耶 最近 前陣子可能都是在整理家裡 然後讓自己去放空 就只是 重新去 過過生活 做點自己的事情 接下來有什麼新的挑戰 接下來 還是拍戲吧 算新的挑戰 就感覺還是 還是會 回到劇組 所以我還蠻珍惜這一段放空的時間 很舒服 你剛剛有說星系就是演 星系會讓他就是 結婚很久的夫妻會很有感 不見得是要結婚 我覺得你長時間在一段關係裡面 或是說 我覺得未婚的人看也會蠻有感覺的 他會出現一些橋段 我們是很瘋狂的呈現 可是會 你會覺得很貼近生活 你會覺得身邊真的有人這樣子耶 真的有一個人這樣 或是跟著角色一起覺得 覺得很憤恨不平之類的 那裡面有什麼是你平常生活中一定不會發生的事情 可以在這裡做嘗試的嗎 可以透露嗎 現在講好像可能有點太早 我是希望到時候 戲要播出要宣傳的時候 可以跟大家大聊天 那這次金鐘名單入圍 有很多好朋友都入圍了 你們有什麼就是恭喜 或是看好誰 該恭喜的都有恭喜 然後我也覺得 這有點像是一年一步的同學會的感覺 因為可能這個工作做久了 就熟面孔或是認識的人 會越來越多 其實都還是開心啦 因為你知道每個人都很努力 所以你今天想要受搖或是要恭喜 什麼出席 金鐘的部分 誰 五六 有沒有受搖 金鐘 我覺得 很想說 賣個關事 沒有我剛剛不是想說 欸這個是應該無所謂 有會去有會去 但是就是 我覺得就是去參加同學會 去看看大家 男主角名單有看到 就剛好模仿範入圍兩位 就是什麼 嗯 自己有沒有希望 帶了下族的選將 你自己的特別喜歡哪一個 或是對哪個角色印象有什麼 我覺得大家都演得很好欸 這個還是 留給評審去唱腦筋好了 OK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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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謝謝謝謝 我是主持人Ruby 劉心如 現在大家所在的地點 就是Oniska Tiger 在台灣最大的一間門店 它的佔地大約是有45坪之大 而且簡約的風格就正如大家所見 非常的大方 而且非常的空旺 那麼它在地磚部分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是 採用大片的地磚 所以呈現出來是一個很通透的大氣感 讓所有的朋友來到這邊逛街的時候 都可以一目瞭然的看到所有潮流的單品 而且我們先讓美女朋友可以補充一下畫面 好嗎 來 我們先請佳葉看向正前方 佳葉現在身著的就是 新女性支線系列的O Tiger 是以橘色大零片擺折設計 並且還有加上鈕扣設計的泡沫秀洋裝 以及LOGO 腰風景開叉長褲 好 看上正前方有非常多的媒體朋友們 謝謝 這個系列它是專門為雨昕打造出 適合日常穿著 但是又不失時尚跟正式感的單品喔 剛才跟家業聊他說他本人也是 很開心可以嘗試這麼大膽的點飾 中間 再一次喔 中間 中間 謝謝 謝謝 也透過精緻的剪裁的設計 還有高質感的材料 跟獨特的皺摺這些細節 呈現出非常棒的品味 好 右方 謝謝 左方麻煩大家的視線 好 後方有很多的攝影機 再麻煩家業可以視線 稍微照顧一下大家 謝謝 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都捕捉到需求的花瓶嗎 好 右方我們最後再三秒好嗎 3 2 1 謝謝 來 我們先請今天的照顧 好 正常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家業 最近家業好像有一陣子 沒有出現在大家面前了對不對 這一次也可以跟大家 趕快先分享一下你的近況 因為你知道前幾天我在做功課的時候 看了你的Instagram 停留在五天前 然後它的Caption是下巴癢 所以真的是超級超級神秘 可不可以講一下最近的近況 因為之前夏天的時候 剛結束一部戲 然後就覺得有一點累 所以9月的時候 就稍微讓自己多一點時間 休息一下 做點自己的事情 然後放鬆 就真的是放鬆 然後detox 也都沒有在接觸社群媒體這樣 就有讓自己少一點接觸社群 是 但是這一次出來 然後碰到這麼多的媒體朋友們 一定也很開心 而且今天是一個 很有活力的橘色造型出現 這個也是 Oltiger非常非常代表性的顏色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是自己平常會想要嘗試的色系嗎 真的嗎 其實這是我平常比較不會嘗試的色系 但橘色是Oltiger這個系列 算是很代表性的一個顏色 對 然後但是我 平常穿就是會稍微休閒簡單一點 對 然後我還是會希望 我覺得透過搭配有一些獨特性 我也會很想要嘗試一些新的元素 之前沒有試過的一些分 對很大膽很亮眼 你的新的嘗試是橘上加橘 有沒有哪一個單品是你自己覺得最特別 想要跟大家好好介紹 我是很喜歡封衣上面做的這個拉鍊的設計 它就是 雖然看起來好像 剪裁 你乍看之下是蠻簡單的 但其實它是有一些小巧思 有很多細節 不管也是有做一個開叉的設計 對 就可以感覺比例會好一點 然後 能夠看到你的鞋 Oltiger就是會有很多這種小心機的設計 像你剛才說的它的開叉 讓女性們我們在走動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到 若隱若現的鞋款的重點也都被展露出來了 那可是現場可能有一些媒體朋友們 還不是那麼的熟悉Oltiger系列 也請家顏大概幫我們介紹一下它的特點 好嗎 Oltiger系列算是跟 Oltiger又有一點不太一樣它的風格 然後算是 我覺得它有一些打破我們對日系品牌的既定印象 對 大家會覺得好柔和對不對 對 如果一般日系品牌的話 你看到有一些風格 你會說好日系 但是Oltiger是不會讓你立刻 這樣子脫口 你出了這個狀態 對 因為看到你就會說好亮眼喔 對 而且它整體我覺得是比較個性的 就是它在個性潮流 有時尚感之外 對 好像它也不適合一個正宗感 對 因為你還是能在一些 稍微正式一點的場合你穿 我是 我現在是 我蠻喜歡我 剛剛上一套 我剛剛其實有穿另外一套 有一套浴拍的服裝 對 稍後媒體朋友們 你們就在信箱裡面 會收到自己的 會收到嘉顏剛剛拍攝的那一套 因為他有說他其實自己私下 是非常喜歡穿洋裝的人 對 那套也是有Oltiger代表的橘色的洋裝 可是外面是搭了一個比較可以去中和它的色調的黑色毛巾 對 整體就是 內斂的特質 但是同時它好像又很搶眼 嗯 對 妳就有講到這個Oltiger系列的特點 因為它是專門打造給女性朋友們 一般日常生活當中都可以穿 可是讓人家會覺得說 你是很隨性 而不是很隨便的 對 是能更貼近我們日常生活 可是它還是有那個設計感在 嗯 你剛剛也有說到自己平常之下 就是很喜歡輕鬆 還有隨性的風格 有沒有什麼更大的穿搭重點 是妳特別在意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的穿搭重點 我會希望 簡單之餘身上能有一個亮點 我最近是有嘗試 比較 稍微身上有一個亮點的意思 可能我會選擇包包 然後或是鞋子 對 但我是第一次就是試試看 就是全身 全身都是亮點的方式出現 都是亮色系的這個穿搭方式 不過這也就是Oltiger要呈現給大家的重點 因為我們常常有一句話就講說 你好像很努力才可以顯得你毫不費力 可是Oltiger要呈現給大家就是 你完全不需要費心去打扮 是不用費力的 你只要選擇它的一件單品 就可以穿出你個人的風格 而且無論你是喜歡比較內斂的感覺 或是有一些些像你現在這樣子的 這個拉鍊啊 或者是像這樣的開叉 它都有一些小心機 我們剛剛就講說它是意識御魂嘛 所以有這種花臭的地方也會呈現給大家 那我想要再來問一下佳燕 因為你已經晃過了一圈 自己平常是衝動型購物的人嗎 我現在就比較長大會提醒自己 如果我真的有突然很興奮的一個單品 會提醒自己稍微等一天 如果一天之後我還是很想要擁有這個單品的話 我就會去買 一天叫做稍微啊 稍微 稍微 比那個立刻公布好 OK所以沒那麼衝動 還是有摩羯座的特質在 對 稍微 一天應該也可以吧 一天 大家應該等不及一天吧 我每次出來工作 我的助理都是要立刻把我拉走 不然所有的主持費就會回貨回去 那你剛才有沒有看到哪一樣單品 是你有想要回家想一天的 我剛剛穿了一件是橘色的洋裝 然後搭配那色的毛 但我其實滿喜歡裡面 我現在看到這個配色的洋裝 是 這個也很好搭 同樣款式的洋裝另外一件 好 所以如果現場各位想要當家彥的模仿伴的話 回家就可以穿這一套 對 就跟你會有同款的洋裝 我覺得她的大款也 對 這種都是她很特殊的一些重點 還有亮點在 所以真的是日常的時候 所有女性朋友們一見就可以感受到非常的棒 好那最後也想請家彥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才經紀人有提到 新系即將會在明年的Q3 Q4要上映的對不對 是跟劉銀豪一起拍攝的 但明年Q3 Q4是不是還不算即將 就是大家也是跟你一樣回去再等一下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部戲裡面的角色 童話故事下集是 她算是用一個比較威脅幽默的喜劇的方式 去呈現一些我們在生活中會遇到各種小狀況 我覺得你在長時間關係裡面的人 或是在婚姻裡面的人看 應該會很有感 你應該會常常聯想到你身邊的某一個人 所以也是貼近生活的 對 然後就是像她的劇名一樣 所有的童話故事好像都是在說 結局就是幸福快樂指導故事 但童話故事下集她在說的就是 解決內夜之後的故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嘉燕這次飾演的角色是廣告的剪輯師對嗎 對 我也是飾演一隊 職業是剪輯師 OK 那好像跟你自己的個性比較不一樣 她在角色裡面要非常的外放 所以這對你也是一個挑戰 對 我覺得不管在角色上或是說造型上 我都會希望有一些小小的新的嘗試 能夠鼓勵自己稍微踏出舒適圈 是 相信這部作品一定會跟Oniska Tiger一樣 會是一個很獨特性的 那就請大家再稍待一下囉 明年的Q3Q4就會跟各位見面了 非常謝謝嘉燕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嘉燕 我們也能先到後台休息一下